您曾经说您寄望对于下任的政府说 勇于斗争 讲事实讲清楚 采取应该采取的行动 为什么会这么说 我的说法是不怕斗争 不畏斗争 我对目前为止都是不是一个 这个善于斗争或者是喜欢于斗争的人 能这个包容的我还是包容的 但是我为什么会 给予下一届政府主要的官员 你要不要怕斗争 因为香港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地方 有的是不是你可以回避的 好像国家安全受到危害 这两年有了香港国安法 这个西方的媒体 或者是外国的政府的政客 都没有放过我们 每次都是抹黑我们的 什么到国会提交一个报告 一个评估 都是说香港已经没有人权自由 这个也是需要有一个斗争的心态 我们要提交一个理据 可能要指出 你们的国家都有国安法 你们的国家的国安法 是怎么样怎么样的 我们必须要有这个提出 讲清楚去反夺 那这个也是一种心态上去要斗争 要斗争为了保护我们自己 尤其是在一国两制下 香港的这个限制的秩序 所以必须要不怕 我们下期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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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